因为倒size turbo风潮的关系 所以马来西亚市场越来越多的turbo车出现 但是呢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一个turbo车售价就是贵 因为本地市场有很多的新车 拥有turbo 可是售价不到10万零级 那么 这一些车款到底有哪些呢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一个 最便宜的turbo车款 Let's go Foxway跟Vendor Highlight是马来西亚市场可以买到最便宜的turbo车炭 它的售价大概是9万2000令吉左右 而且这个还要看VPCM有没有做promotion 如果它没有做promotion的话 这个Vendor Highlight售价可以更便宜 所以你对这款车有兴趣你就要多多留意VPCM的promotion啦 这个Vendor Highlight呢它搭载的是1.2公升的TSI Walden镇压引擎 还有搭配它的老搭档DQ200 7速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03HP 峰值扭力175Nm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引擎数据 其实Vendor跑起来还是很快的 老实话Vendor其实是一款非常老的车的 在海外已经刚刚推出了这个新款的Vendor 但是呢这款车开起来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它的老搭档TSI跟DSG 让它在高速巡航的时候 可以拥有很漂亮的油耗 而且稳定度也不错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只是纯粹想要体验一下这个欧系Turbo的魅力 Vendor Highlight是一款可以考虑的车型 关于Foxwagen的用车经验呢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这个白色的点 我们会有影片在这里 如果说我们刚才说到的Foxwagen Vendor 是马来西亚市场最便宜的Turbo Sedan 那么接下来这个Proton Exora Turbo就是马来西亚市场最便宜的Turbo车 因为呢它的新车售价是59,800 它搭载的是1.6公升的 Cam Pro Turbo引擎 这个价位呢 你要买到Turbo还有这种尺寸的MPV呢 其实是非常难的 所以呢这台车的性价比还算不错 不过呢其实Exora在2009年已经发布了 它的年龄其实有点老了啦 所以很多的细节上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潮流 这个是如果你要买车的话 你比较需要去在意的一些环节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 那么其实它还是OK的 Exora Turbo 搭载的是 1.6公升的Cam Pro Turbo引擎 最大马力是138HP 峰值扭力205Nm 匹配的是CVT的变速箱 这样的动力其实在Exora上面来说是足够的 因为我们之前也试驾过这款车 所以我个人觉得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其实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在2019年的时候 Proton还为这个Exora推出了 第N次的小改款车型 这一次他们加入了这个High Proton的系统 多少来说会多了一些可玩性还有这个新鲜感 但是呢之前很多Cam Pro Turbo的车属投诉 这个Cam Pro Engine的这个OCH问题 不知道现在Proton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 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 我个人还是想推荐Exora 毕竟这个价钱要买到Turbo 还有这个尺寸的MPV真的很难的 Renoge Capture 是一款在欧洲非常著名的 小型Crossover车型 在一些国家例如像是葡萄牙 你可以看到这个Capture是满街都是 在马来西亚虽然Renoge不是一个热门品牌 但是要看到Capture其实也不太难 现在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你要买到这个Capture的话 除了直接购买你还可以通过一个叫做 Renoge 签订的配套 来短期租借这辆车来使用 关于这点呢你们可以去Renoge的观望看看啦 Renoge Capture和这个FW Vendor Highlight 搭载的是1.2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DCT变速箱 它的引擎最大马力是120HP 峰值扭力205Nm 不过呢它的变速箱是6速的Scan4双离合器变速箱 这款车呢之前其实我也试驾过啦 虽然说它的马力比较高 但是这款车呢开起来 它的动力表现其实是 感觉到轻盈但是没有什么贴背感 是一款非常适合在城市驾驶的 Crossover车型 只是它的这个变速箱 这个蹲挫感有一点强烈啦 这些呢应该都是双离合器变速箱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目前这个Capture的售价是10万8千令吉左右 你会不会考虑这一款车型呢 CKD过后的Proton X70售价又便宜了很多 目前这个CKD的Proton X70 Standard 售价则是9万5千令吉 它不只便宜而且动力表现也很出色喔 它的1.8公尘TGDI引擎最大马力是181HP 峰值扭力300Nm 搭配的是7速的这个14双离合器变速箱 在马来西亚市场里面 Proton X70 CKD 可以说是10万令吉里面 马力最高的车款了 Proton官方表示 X70 CKD的0-100加速是9.5秒 虽然动力很强劲 但是它不是一款于运动化取向为主的车 反而偏向家庭车 在之前媒体试驾的时候我也试驾过这款车 这款车对我来说舒适度是不错的 动力也算轻 但是它没有你想象中那种高马力 然后很狂暴啊 然后很有贴背感的感觉 其实并不会有 不过以一辆家庭车来说我觉得这样的表现是我可以接受的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油耗有一点点高啦 最后我们要补充的是 新推出的这个Proton X70 CKD 将快附送N95的Cabin Filter 所以刚刚要准备拿车的人 恭喜你们啦 现在马来西亚市场 C Segment的Sedan选择已经很少了 你要涡轮的更少 不过幸好我们还有 瞄天 瞄地 瞄空气的 Honda Civic Honda Civic 有自然意境 还有涡轮增加给你选择 其中这个涡轮版的 Honda Civic呢 它的最大马力是171hp 峰值扭力220Nm 0-100加速只需要8.2秒 在目前的同级车款里面 这个 Civic 可以说是动力最强的一款啦 顺便告诉你们 很多的 O-C Turbo C Segment 已经没有在本地卖了 不过除了这个性能之外呢 Honda Civic 还是有很多优点啦 例如说它的空间啦 它的舒适性啦 其实都是在C Segment 里面 比较均衡的那款 不过我相信啦 很多人买Civic 回家 第一件事还是开车 因为 Civic 不改 不如推下海 目前呢 马来西亚市场贩卖的车款 还是以这个自然进行引擎为多 但是未来呢 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小排气涡轮车款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就好像这个Pujol的2008 2008 然后是这个Proton的S50 Produa的D55L等等的车款 这些车款有些已经确定会采用涡轮引擎了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未来马来西亚市场涡轮引擎的车款会越来越多 只是不知道作为消费者的你 比较喜欢自然进气还是比较喜欢涡轮引擎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你的每个留言我们都会去看 我们也会Reply 所以赶赶来comment不要害羞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这次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